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 法罕泰尼佑25分鐘 愛上卡卡瓦 大家好 我是九州之人男人夢多 我來到蘇果了耶 這邊是日本裡面是最小的線 可是我記得這邊的東西非常好吃 風景也很漂亮 而且重點我今天搭的是CIE78 只有發兩個小時的時間 來到蘇果的卡卡瓦 我今天非常非常興奮 趕快吃飯吧 Let's go 我差一點直接走耶 大家要記得來到這個機場呢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那又會見 而且這個優惠鍵是法罕提供的優惠鍵 真的非常多的優惠 所以一定要拿 可是大家要記得 三件事情 準備 複照 你的金票 還有先那個文件做好 然後呢 直接就是給它 啊 謝謝 真的嗎 好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很多耶 其實裡面的東西真的非常非常地優惠 大家一定要拿 你看吧 馬上用到這個華航的優惠鍵喔 這個機場的到室內 免費不用撿 不用撿 不用撿 Let's go 好現在來到高松車站的旁邊 這是比較來到鄉下的地方做一件事情 要註冊 因為比較方便 可是台灣的朋友不用忘記 首先你們在台灣方程 可以日本再開的夾照好不好 OK 不用忘記喔 還有台下的給你們的優惠 付照 來到這邊 而且這一條街 非常多的註冊的地方 所以非常地方便喔 好到了 這是烏龍麵的學校 這是我們可以DIY自己喜歡自己做的烏龍麵 好 老師來了 老師來了 也是我是都料少年 所以聽到這個聲音又會怕 嗨 大家好 今天是中野丼大學 謝謝大家 這邊的老師已經做好的麵糰 然後等一下我們是打扁 然後就是切一切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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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台灣人的這三道手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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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면 啃 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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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er 壓 對 非常優秀 其實滿簡單的啦 如果你會做菜的人應該是很簡單 就是一個系統 一個節奏 不能猶豫 跟人生一樣 去做努力 台灣現在很多烏龍麵的店 人手的是算很便宜 也知道白貨公司樓下 你們常常看到那些烏龍麵 可是那是人手的 可是如果個人看的烏龍麵的話 我記得以前一倍大概 300到400塊台幣 非常的貴 可是在日本人的話 有點像台灣的滷肉飯一樣 當地人是當作滷肉飯吃 所以非常非常的便宜 大概50塊台幣 當地人的零份 已經很便宜了 現在開始正正的考試 じゃあうどん材料 はい、くるー しっかり混ぜみまーす く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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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くるくるー え、はい、はい はい、はい、はい 先生これ結構 くるくるくる はい、はい、はい もっ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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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スマイル はい、はい、はい 好きー く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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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がんばってー はい、OK はい、音楽使いまーす よし 追い音樂吧 はい、はい はい、はい、はい あれ、そーランノ そーラン、そーラン、そーラン そーラン、そーラン しっすいー 頑張れ 老手よっ しっすいー スマイル はい、はい、はい 我 我 怎麼啦 什麼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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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腹脖子掉了 上天呢 上天呢 怎麼會有 排名嗎 對呀 這首是先前腹的 Let's go 飞了唷 韓國的中間 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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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認真 很棒很棒 我跟你講 這個行程很棒 又好玩自己可以做 然後呢可以燃燒你的雞脂肪 大家一定要來喔 真的很好玩 等一下我住面自己吃看看 到底有沒有好吃 有沒有放愛心 好來 我做好的麵 扁扁的 我吃看看 我先吃一口 直接吃 嗯 很Q耶 這是急收的 台灣 別一堆吃不到 來到卡卡拉 已經吃吃看 有城堡耶 這裡叫做 玩歸城堡 然後呢 來這邊幹嘛呢 我們要進去 做 山子 欸 五包七的紙蓮 幫我做山子 聽說非常的厲害 喔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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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利耶 好像高麗菜一樣耶 而且這樣子 然後那個裡面的纖維自己分開 然後轉過來就做到了 厲害 好 但那邊有點像 BJ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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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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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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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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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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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完成了 其实这个过程蛮简单的 谢谢 半个小时的过程 然后就是自己做 然后自己的餐子 蛮特别 我确定这个是我放在我的烧肉店 大力推荐哦 接下来我们来吃第一具美食 叫做盐子鸡蛋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耶 这个食物是我在日本那么久了 我真的没听过 不是赞鱼烧 也不是大阪烧 おかあさん こんにちは 今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红豆瓶的那个东阪里面 可是用赞鱼烧的材料用这个 所以比较大的 这个是我第一次吃到耶 旁边是现场的赞鱼烧 这个是有点像那个红豆瓶啦 红豆瓶那种的 所以蛮特别的耶 而且价钱很便宜 248 248 台币的大概50块 来了 比较美食 鹽子章鱼煌烧 鱼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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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乡下菜油的味道 而且 我刚刚叫做皮鸡美食 怎么叫做皮鸡美食呢 平价有好吃 其实 辣板烧也是皮鸡美食 嗯 超好吃耶 鱼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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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快就到了 大概1个小时 然后你看这个 发行的 提供的游会件 是来一回 免费喔 一定要拿喔 我跟你讲 我是 过去巨区 莫多 来到这里 还是会有 当地的朋友 我去找一下 我的好朋友 啊 已经在那边 欸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他是这边很熟 对 应该大家就知道吧 他叫做 马国东 嗨 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巴士是什么 这个巴士是就小豆岛的那个 一日游的观光巴士 那因为刚刚是你们就 用 华航的那个 对 游会件 游会件 就过来小豆岛 那如果自己不能开车的话呢 就是在这边 就可以有这样子的选择 真的欸 然后这边可以换 可以买那个 买票 1.6800 6800 那很便宜 大概1500块台币 对 而且你听说每天都会有咯 对 每天会有 所以 大概 现在这个时间就差不多出发了 OK OK 那我们就出发咯 OK Let's go 好 我们要做这一带可爱了吧 马上出发了 Let's go Let's go 我们这边干嘛啦 欸 这边是就是在当地的 做感染相关产品的店 啊 因为这边是感染油非常有名 对不对 对 对 所以里面有很多感染油的伴雅 对 我们要给 特别有受欢迎的是化妆品 化妆品 对 当然有欸 如果你是女性来这边很开心 对 一定要 对不对 这是简簿欸 都是发妆品欸 然后我刚才讲的呢 除了东京的涉谷的分店以外呢 还有一些 网路上都放售 非常有受欢迎 看上去还是买得很好欸 哇 好特别喔 欸 如果你有女朋友 你有小仓 对 都可以这边吧 欸 我们现在找什么呢 要那个爱信的椰子 这找不到 因为通常这形状不是那个嘛 就是一般的感染的椰子 就这样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欸 你找到 不是这个吗 喂 你好快欸 找到这个干嘛呀 对 其实呢 这边有特别的服务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书签 修理 蛤 对 可是看 你看出来我会看书的人吗 然后这个是自己挑一个的意思吗 对 没错 哎呦 其实很多种欸 那我要一个可爱的 好 这个好了 这个 这个 放这边是不是 对 插进去就可以了 哎呦 真的 这样就可以了欸 哇 这个服务真的很特别欸 欸 好像这是 日本也有其他的感染公演 可是像这种服务 好像只有在这边欸 你看 我们两个都完整的 很可爱了吧 欸 对 对 阿姑娘 听说这边的 橄榄油的冰淇淋 对 很好吃 对 你吃过吗 当然吃过 这个超级推荐 哎呦 那个川淇淋上面撒那个 橄榄油 对 你可以想象吗 这个什么味道 听起来没有很好吃欸 吃吃看 好 我们先吃 吃看看冰淇淋 来了来了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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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们的橄榄油呢 比较清酸一点点 然后那个 它的橄榄油的香气 马上跑出来 所以加上那个 那个冰淇淋的奶味 非常的搭 而且加上 直接淋橄榄油 口感比较顺 非常的顺润 嗯 好吃欸 好 肚子饿了 我们现在橄榄公园里面的餐厅 都是跟橄榄油油关的吧 对 全部都用了橄榄油 这个应该是 蕃茄跟橄榄油 上面应该是 巴西油 吃看看 嗯 非常的开胃 让我想到 我是还在夏天里面的 很热血的男人 你的穿着完全是在夏天的 呵呵呵 那这样我吃看看 这个有点像 Margarita的东西 一球 嗯 它的面皮非常的Q弹 很香 然后呢 上面的 番茄酱那些就是 东西 非常的新鲜 Bono 嗯 好吃 我们现在在找 日本人的铃粉 怎么叫铃粉呢 就是 soy sauce 因为呢 我现在在开烧肉店嘛 烧肉店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酱油 对 那我现在还找不到 这是我烧肉店用的酱油 但是呢 听说这边的酱油是不是很厉害 非常的厉害 这边呢 就是在小豆岛上面 就是150年的历史 150哦 很久耶 而且这边他们就是一定要用 嗯 木桶 日本的酱油哦 就是用木桶的自由 1% 哇 很少耶 但是就这边 就是都讲究这个 所以非常 嗯 常常的酱油 ok 对 对 这边就是我们的 羊毛豆大老板 老板好 こんにちは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很香 我觉得这个两个都很好吃耶 可是我的酱油店 应该 比较适合用这个 应该 还好他 他说在台湾有卖 确定的 我用他们的酱油看看 对 试试看 像我啊 喜欢做菜的 就是非常这边兴奋 可是呢 就是不了解做菜 可是呢 就是想要了解 日本的酱油的文化的人 也是可以来这边 我今天真的 非常的开心 而且呢 只有这边才有的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咯 哇 有有有 啊 它是浓的耶 特酱 来 这样子淋上去 淋上去 好 味噌 味噌 就是那个 变成是添酱油酱 很好吃耶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 这个是餐厅吗 对 餐厅 感觉就是很有历史耶 我们要吃什么 对 我们这边就可以吃 就是小豆豆的香土料理 香土料理 香土料理 对 这边的香土料理 有什么特色吗 就是因为这边就都 当然是靠海嘛 小豆豆 所以就很多 就赖户内海的 新鲜的海鲜 赖户内海 对啊 还有当地的蔬菜 嗯 还有肉 我们就利用这些menu 感觉就是听起来很厉害哦 那我们今天赶快进去看看 拜拜 好 我们来吃这边的香土料理 这个呢 这个猪肉 还有茄子 应该是开胃的东西 来 这个小鱼的那个鱼的味道 非常的强烈 可是没有腥味 而且 小番锅是最最的对不对 好吃 嗯 非常新鲜的生鱼片 那个海鲜呢 其实处理非常满的一个鱼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刺很多 所以上面必须要是 切切切切 那个小的鱼都一起切切切切 这个功夫非常重要 所以呢 这边的那个做菜的人 气数很差的话 一定不好吃 我吃看看 口感很重要 然后这个口感非常重要 好吃 好吃 在里面有点甜 那偏鲜 可是很有 诚实 好吃 哇 通常河豚的撒西米 在台湾觉得 吃不到 好像 牛肠猪肠的那种 超级Q糖的 它的本身的味道是有点像鱼一样 它的油 没那么甜 可是你比较清爽 嗯 好吃完全没有腥味 他们帮我 特别安排 橄榄油牛 橄榄牛 橄榄牛 它的油的那个融化的温度比较低 低 所以呢 吃下去的时候马上就是它的油分跑出来 然后主要的是 它瘦肉这一块的牛香味很厉害 非常的香不会臭哦 所以 美味加美味 润美味 这边的米很漂亮 利利粉米 对 其实这个小豆岛 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中山地区 那边有很多梯田 梯田 然后呢 那边就是种那个 很好吃的米 跟你讲 日本的米 我对这个要求很严格 而且是新米 现在的这个季节 我又新米 刚好 好 好吃 这个是绝对美味 这个是用酱烤的那个 酱烤的那个 鲸鱼 吃看看 哇 这个都这个 厉害了 美味 简单的好吃 对啊 我认为这一定是就放归籍的好吃 对 对 这是日本人的味道 这是日本人的心腹 这次的新生 其实非常非常丰富 我个人最喜欢就是乌龙学校 乌龙面学校 终于乌龙面 很累 可是很好玩 然后呢 那边的老师 那边的老师 我噴汗 真的吗 超累好不好 可是这个非常好的回忆 虽然我今天就只有小豆岛而已 但是我觉得还是橄榄公园 所以印象最深刻 对 因为那边就是除了奇奇的体验之外 就是这边全日本唯一的就是橄榄 就是主题的公园 所以就希望很多台湾的游客 就来到小豆岛 来到小豆岛体验这个 对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非常非常多的 特别的东西 而且台湾的朋友们一定会喜欢 所以你们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嗯 我跟你讲 庄州真男人的 卡卡瓦的古代名单 其实还有很多 是不是想知道呢 那我们下一集见 一定要看喔 而且呢 你看这边是裂痕 对不对 因为呢 裂痕 可是呢 可以重新开始 REBOOM的意思 这个 我们 我们不用讲过感就好 我看我们的表情 你听到吗 你听到吗 有 这个脆的 很大声 谁没有听到 对洋芋便宜 前撞太多了 那第一集就是比较硬嘛 所以比较硬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吃这个 哪个好き 我也喜欢 对不对 你看我们两个加起来 快90岁了 对 老人喜欢老的 老人喜欢老的 老人喜欢老的